严世凡,嘉靖朝内阁首府严松的独子,浩东楼,小明庆儿,再加上金平梅的疑似作者王世珍和严世凡有着杀父之仇,以致很多人认为严世凡就是西门庆的原型人物。 根据《明史奸臣传》的记载,历史上的严世凡并非大明王朝1566中的英俊形象,而是短相肥体,妙依目,也就是身体肥胖,脖子短小,而且还是瞎了一只眼的胖独眼龙形象。 当然,《明史奸臣传》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,很可能对严世凡有着刻意抹黑的嫌疑,但这却也符合人们对严世凡奸臣形象的认定。 正德八年,严世凡出生于江西元州府,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夷春,当时的严世凡尚未崛起,仅供职于元州之府衙门边钻府至。 加进十年,严嵩于国子监担任校长,十八岁的严世凡蒙因进入国子监学习。 加进二十二年,严世凡升任尚宝司少卿,张宝喜、扶牌、印章,而此时的严嵩首次斗赢了下严,成功进入内阁。 加进二十四年,严世凡在执掌上宝司的基础上,兼任太长寺少卿,一手拿着代表着权力的印章,一手掌握着宗庙礼仪式仪。 而此时的严嵩正面临着仕途的最大风险,下严归来成长朝政。 加进二十七年,严嵩彻底将下严扳倒,再任内阁首府,并从此开启了长达十几年扇砖朝政的嚣张生涯。 只是此时的严嵩年近七旬,政务处理多依靠严世凡。 正如大明王朝一五六六对严世凡小阁老的称呼,朝廷内外开始称呼严世凡为小丞相。 加进皇帝迷恋修仙悟道,朝务正式实际控制在严嵩手中。 加进二十九年开始,严嵩所幸将所有政务都交给严世凡处理,严世凡的权势进一步扩大。 加进三十三年,严世凡升任,公布左侍郎,一手掌握着朝廷宝印,想怎么盖章就怎么盖章,一手控制着朝廷基建大权,想怎么贪污就怎么贪污。 巅峰时期的严世凡控制朝廷六部,掌握官员选用升迁,后来索性直接进入内阁,带严嵩行使票拟之权,几乎成为了大明王朝实际上的控制者。 这一时期的朝廷官员,要么投靠严党,送礼办事,要么侧目秉袭,不敢又丝毫反抗。 当然,明朝毕竟不是清朝,最不缺的就是刚直征臣。 但月中四剑,物五三子的惨酷教训,却让严世凡的地位更为稳固无人撼动。 当然,严世凡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权势,绝非偶然。 除了严嵩给予的平台外,严世凡自身的优越条件也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。 名史称奇,颇通果典,小畅食物,严世凡自称天下财,为己与鹿饼杨伯为三。 这句话,严世凡绝对谦虚了,家境朝的诸多人精中,严世凡称第二,绝对没人敢称第一。 和大明王朝中的家境皇帝一样,历史上的家境皇帝喜好猜谜, 常问隔城一些摸不着头脑的问题,甚至突然想到一句话也要问个清楚。 比如某某句话出自哪本书的第几页,有什么含义? 面对这种问题,严世凡从来都是信手拈来, 答案也多能迎合家境皇帝的心意, 只是这种特殊的才能让严世凡逐渐忘乎所以, 甚至都不愿再伺候家境皇帝, 一心纵久享乐,并将荒唐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 根据明朝公文史的记载,严世凡拥有数十位机械, 其中一位叫丽娘的机械罪得恩宠, 也为严世凡开创了诸多令人发指的游戏, 其中事凡吐唾,尖美必以口成枝的美人鱼, 事凡如策,随事小丝以口舌试镜。 刚搞,因为太多恶心,我们不便展开说明。 另外,含有玉屏风,温柔蚁和白玉杯等另类玩法, 其中白玉杯可被严世凡日庸宾客纵畅乐的典型代表。 根据史书记载,独孤求败的严世凡不愿再理会朝物, 便一头扎入自己眼如皇宫的住宅, 日日宴请朋克,不醉不归。 待到酒过三巡,严世凡便安排貌美婢女, 以口成酒,送至宾客口中,并留香舌于瞬间。 这就是香艳野史中频频借鉴的白玉杯。 貌美婢女再加上香舌流尖, 自然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。 而严世凡最懂男人心理, 总会在关键时刻命婢女离开, 徒留一帮心有戚戚的宾客。 只是失去了严世凡的协助, 严嵩逐渐失去圣宠。 再加上徐杰举荐之蓝神仙的神助攻, 严嵩被一举扳倒。 严嵩倒台,朝廷清流群起而攻之, 严世凡被处以流放广东的处罚。 只是早就嚣张跋扈惯了的严世凡 怎么会将圣旨放在心上? 途中尽擅自返回了江西老家, 并大肆修建府邸, 重新开始了自己没修没躁的荒唐生活。 加进43年, 在徐杰的指挥下, 清流再度发起对严党的进攻, 以加进皇帝最为痛恨的罪名, 通过犯上弹劾严世凡, 严世凡最后的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。